讲到的证照,实际上就是各位可以找一下,它叫TQC Plus 所以如果你要找的话,其实就打个TQC Plus 它后面的话网址是.org.tw这个单位 它是国内的一个电脑技能基金会所办的 目前的话,如果要找到相关讯息 可以从这个上方这边,认证内容 它有个叫认证科目 认证科目里面其实太多了,它其实举凡所有有关 设计类的证照都有 包含就是什么,它程式设计在底下 上面有什么autocad 这个还有什么sketch up,还有什么一大堆的 甚至Sallyworks,这个应该也有 Sallyworks,或者是Pro1好像也有 那之前呢 其实我很久以前,也有教过autocad 而且你如果Google Autocad 教学 我上面还蛮多的 但后来因为 没有那么多力气了 所以我后来就不教autocad 最近还有一个单位 好像叫台船吧 他写没有问我说,可不可以去教他们autocad 不知道 他还有下autocad下VBA OK 可是当然 现在已经没有特别,之前还有那个日历 也找我去教autocad OK,所以其实我autocad画图的能力 可是 这种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工具 OK,它当然就是可以 可以让你先辅助,先设计出你大概的样子 其他的话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底下 我们这个证照在哪里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证照呢 是放在这边 有没有,基础 程式设计Python 跟程式设计 有没有 这两张有什么差别 就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这个是考1到5类 这个是考1到9类 差别在这里而已 其他 都一样 那 我们如果 假设啦,你是选那个1到5类好 就是说 如果你只是想要单纯 拿个证照 有个资格的话 你至少要一张Python证照的话 那你就考这个 他考试时间是60分钟 有没有 那总共考5题嘛 1到5类 从那个1到5类里面呢 抽 抽5题出来考 1类呢,抽1题 考试时间是1个小时 1个小时 OK,考5题 1个小时 我是觉得 太多了吧 OK,如果你会的话啦 不用1个小时吧 大概 10来分钟你应该就做完了吧 对吧 那他的 评分的 分布 应该就跟 之前不太 应该是 第4的应该也是最高分 但多少分 反正这个评分 大概你只要考70分就通过啦 OK 那考试的费用 1500块 OK,如果你要 报名相关考试 这边有个考生服务啦 至于哪边考 因为之前是 曾经有办过 因为人数 够多 他们有找那个 电脑建议会的人 来这边考试 OK 就以这边当考场 但是 要人数够多 如果人数不多的话 那可能你要选择 是要到 外面的考场 去应考 可能会有这个 这个部分 的那个问题 OK 那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你是选那个 另外一张 1到9类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他的 费用一模一样 只是说呢 考试的时间 变100分钟 60分钟 变100分钟 然后考9题 这9题 就拿9题 就我们 1到9类 OK 里面的话也是 其中抽1题出来考 前面的题目导致比较简单 后面的题目就比较复杂了 尤其是 6到9类 难度就比较高 不过你大概可以量力尤为 然后底下有相关说明 各位可以自行再参考一下 大概是这样 因为有同学问 所以我就顺便一起回答一下 OK 然后 就如此 至于他的什么一些认真的效应 效应 等等 当然 这就不是 我的 主要的 这个这个诉求 因为我觉得 反正 能够 愿意花这个时间 去参加这个考试 并且把他考通过 我觉得这个 这个 光这个动机 还有这个态度 基本上你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让你自己跟别人是不一样的话 有没有什么亮点 OK 那当然这个就是相对于你跟别人之间的不同 就是你的特色 OK 所以 因为 之前我看过什么 蛮多地方在讨论说 为什么台湾到走来走去老街都没什么特色 怎么都长一样 你觉得去那去这不是都一样吗 没特色 去饭店也是这样没特色 就觉得 好像也都一样 做人也是一样 你有什么特色 有没有 我跟你就是不一样 对不对 如果你有什么特色的话 那你会给别人是 有很不一样的那个 这个这个 就是印象也会相对 我是觉得应该是 比较正面的 OK 如果你的症状相对比较多的话 也就是亮点 OK 好那再来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 再来看这个 第 308题 OK 308题部分的话 就这一题 那我刚刚有提过 就是说有至少有两种 以上的 方式可以写这一题 那怎么去写 第一个当然我可以把它当数字来看 所以数字来看的话 写的方法 第一个 我可以怎么样呢 我可以先把它当 数字看待的话 第一个 对吧 假设说我今天呢 我这边有个input input到哪里呢 到lumber 特别注意 请你先不要转型 因为如果你要转型的话 那你数字就没办法把它抓出来 如果我今天要抓出9的话 那我就什么lumber 这边的话记得用中刮虎 中刮虎0的话 如果把它print出来的话 那这个中刮虎0 有没有 这个 抓的假设9876的话 那这个地方当然就抓到9 OK 可是呢如果你把它type出来的话 它里面会告诉你说它里面 会是什么呢 type它 它会告诉你说它的string 所以呢如果假设你今天要把它变成文字 把它变成数字才能累加嘛 所以特别重要 假设我今天用这样 你可以先try一下98765 有没有 它是一个9 它是一个string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能够累加的话 那当然你这边要把它转型 这边int把它转成int或转成evo 可是如果说你要把它累加的话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什么 把这个累加的 这个结果 你就加什么 加 这个 再什么 01 123 4 那你就把 把这个123 1 有没有 然后这边改成2 改成3 改成4 记得还要做什么 转型对不对 刚刚忘了转 其实如果你把它写成这样的话 结果会不会是 它要的呢 再把它这样 不过这样 变得一直重复做 只是说 将来一定要把它写成回圈 OK 只是说如果 你假如说 将来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你回圈 你实在写不出来 那你只会写这样的话 这个应该可以懂吗 01234 复制复制复制 后面转型转型 这样执行的话 看一下 987 65 Enter应该多少 35 35 35 然后前面在串的一个字串 其实 如果你写这样的话 应该 上传应该也会成功 OK 只是说呢 今天还是不要这样写 为什么 因为数字少还可以 但数字多的话 就会出问题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概念 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一个 回圈叙述的话 前面讲过 第一个的话你就 就是for i in range 那我们是从0开始 0到哪一个呢 Len 里面98765总共5个嘛 所以呢 总长度就5 也就0到点5 5的话会跑到5停下来 不会直接 所以跑到4嘛 所以0123 刚好就是我们要的范围 所以这边前面做蛮多 都是用Len 那再来的话呢 你可以 回圈里面 把它转型 外面用int 不过如果你用evil 其实结果也可以啦 只是说 因为这边有确定说 一定是一个 整数 不会是小数点 所以用int 那加等于的话 当然 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讲等于什么 sum 加上后面的数字 那加完之后的话 再把它串在这里面 那因为将来会需要什么 sum of digit of 这个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number 我就把这个东西放在 Ease 加总结果放这里 那我觉得用format应该是最好表现 当然如果你不用format的话 也是一样串接 只是说串我觉得 相较于这种写法 好像 用这种写法 应该是比较 清爽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 你字归字嘛 变数归变数 OK 做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符合 题目要的结果 这边的话 98765 Enter 有啦 OK sum of all digit of 这个 是这个 好 第一个 但是这一题 它其实还 没有结束 为什么 因为 做完之后 其实只有符合第一阶段 什么阶段 下面这个 上面各位有没有发现 还有1 还有3 这个1跟3 意思说 你要跑几次输入 因为1的话就跑一次输入 这个OK 那如果3的话呢 那变成你要跑一次 两次 三次 才离开 那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东西 要输入几次 所以特别注意 有次数限制嘛 所以如果有次数限制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要跑几次嘛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可以在这个第一行上方 按两个Enter 在第一行的地方打什么 先输入啦 请问一下你要输入的 你要的次数是多少 所以我们可以什么 Input 然后一样把他转型 也就是转 Enter OK 然后呢 转完之后的话呢 跟他讲说 你要跑几次 所以跑几次的话就for I Enrange 所以这个写法都跟前面一样 那直接怎么样 把A放进来就好了 后面加一个冒号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放A 其实意思是说 0度点A 如果输入1的话 那就0 度点 0 那就跑一次 有没有 0度 到1停 对 所以特别注意 0度点这个就可以 不需要 可以省略 那底下的部分的话 因为 他是在这个回圈里面做 所以记得把他按个Tab就好 所以意思哦 如果你要次数的话 基本上就写上面这个东西 这个就次数 跑的次数 来试一下 跑几次跑一次 所以我就先输1 Enter 然后98765 Enter 35 OK 如果说我今天有三次的话 上这边题目 有提到要跑三次 我们也试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要跑三次 3 跟他讲说3 所以A等于3 那这个 For I in range 这边就3 所以他跑第一次是0 0的话就是 输入说 3 2 4 1 2 加总多少 12 看一下结果 开始12没错 OK 然后呢 再来还没结束 0 加总还是0 然后再来的话呢 输入7 6 9 Enter 答案是12 OK 那这样的话呢 程式就结束掉了 所以这一题其实 还有那么一点难度 就是说呢 他变成说外面呢 还要再包一个回圈 才算完成 那当然这一题 另外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其实在那个书里面 他的参考答案不是写这样 他的参考答案是写另外一个方法 就怎么样 他是用什么 用那个求余数的方式来做 也就是我今天98765 对不对 他是先求余数 除以 10的余数 余5 所以是百分比 余多少 余5 就先把这个5的数字抓过来 把它累加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去掉这个5 怎么去掉 用除除 除除 除除10 除除10之后的话呢 那他基本上 因为除除10之后的话 就剩下 9876 0.5 0.5不见了 所以变9876 OK 然后再来怎么 继续再取 再 百分比10 然后 6 再累加 一直在推 所以 方法2 各位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这个方法OK的话 那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要用运算值 百分比 跟除除 也可以做出来的话 该怎么做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不过方法2 其实做完之后 发现好像还是没有方法一来的简单 OK 其实当然方法 很多 建议各位可以找一个你比较习惯的方法来做 好